媽媽好好玩 小朋友 來玩遊戲囉 好好笑喔 檸檬哥哥 你做這麼多表情 是在準備萬聖節的角色嗎 沒有啦 童童姐姐 因為今天玩的遊戲 要小朋友扮鬼臉喔 玩遊戲還需要扮鬼臉啊 當然啦 我們等一下呢 小朋友趕快想幾個 有趣又可愛的鬼臉 趕快跟我們玩 鬼臉木頭人 好 那要怎麼玩呢 首先呢 等一下會聽到音樂在播放 小朋友呢 就要跟著音樂 一起來跳舞 跟著音樂一起擺動 音樂一停的時候 小朋友就要馬上 擺出鬼臉喔 這樣小朋友都知道了嗎 知道 那馬上來玩這個遊戲吧 音樂 跳舞耶 跟著節奏一起跳 鬼臉 大家都把舌頭突出來了 聽住不能動 嗯 好聽好 梟子跳 啊 哇 哈哈 咦 有沒有頭 不能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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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 耶 加油 跳沒有跳好厲害 加油 看誰最厲害 最有創意的鬼臉喔 加油 下個要給我創意喔 好棒喔 太厲害了 再來再來最後一次喔 加油 音樂 太可愛了 好可愛喔 沒有錯 可是我跟著音樂一起跳 我現在也好喘喔 沒關係 電視機前面的小朋友趕快去喝口水 接下來我們要玩不一樣的遊戲囉 現在進行第二階段的木頭人 等一下哥哥姐姐會講一個情境故事 小朋友聽到什麼樣的情緒呢 就擺出那個表情喔 這樣子很簡單對不對 彤彤姐姐 很簡單 我們趕快來講一個好聽的故事 給小朋友聽吧 沒有問題 今天早上起床 小朋友發現 爸爸送了我一個好可愛的玩具喔 好開心 哇 正是我最想要的那個玩具耶 我決定 今天要帶他到學校去給我的同學看 我把他收到書包裡面 背上書包準備去上學 剛出家門就被 一聲巨響給嚇到了 哇 好害怕喔 什麼聲音那麼大聲啊 好恐怖 原來是隔壁有鄰居搬進來了 所以我好期待 鄰居會長什麼樣子呢 好期待 想想看 不知道新搬來的是小女生 還是小男生呢 會不會跟我變成好朋友呢 想一想 嗯 後來我到學校去 想要把我的玩具 跟我的好朋友一起玩 剛拿出來 我們開心的玩一玩 結果 噠 折斷了 天啊 怎麼會這樣 我的新玩具壞掉了 好難過的表情 哇 哇 哇 哭哭 我帶著壞掉的玩具 回到家裡 跟爸爸說 爸爸他壞掉了 你送給我的玩具 才第一天他就壞掉了 怎麼辦呢 爸爸說沒關係 我幫你把它修好 嘖嘖嘖嘖嘖 爸爸修好了 結果小朋友看著 好生氣的爸爸 哇 爸爸好厲害喔 看著爸爸 哇 爸爸真的好厲害 好像超人一樣耶 兩三下就把壞掉的東西修好了 真是太好了 那我一定要來想一想 要給爸爸什麼驚喜呢 嗯 我來想一想喔 要送爸爸禮物嗎 還是 啊 我知道了 叮咚叮咚 叮咚叮咚 我決定要送爸爸一個親親 一個kiss 哇 送給爸爸 哇 送一個你最可愛的親親給爸爸 跟爸爸說 我好愛你喔 爸爸謝謝你 哇 耶 小朋友都好厲害喔 對啊 而且小朋友反應很快對不對 聽到哥哥姐姐說什麼 馬上就做出那個表情囉 沒有錯童童姐姐 這個遊戲呢 可以培養小朋友 臉上肌肉的發展 很厲害喔 嗯 除了臉部的小肌肉之外 也可以讓小朋友的演戲細胞 更加的厲害喔 嗯 今天的遊戲好不好玩呢 好玩 那我們下次再來玩 更好玩的遊戲吧 耶 耶 謝謝爸爸 哇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